作詞曲 林喇鸞 叶子 詞曲 林喇鸞 每次聽到你 總是大風起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累起 长夜落日山河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歌一曲 年前来了个姓李的 听说也是个大官 也说要替我们欠湖作主 在这儿待了几天 万东万西 可后来呢 也没了阴心了 是啊 老人家 那位大人叫李汉 是水部郎中 郎中 我说的呢 他一个看病的郎中 算个什么官啊 难怪斗不过曹运衙门 老人家 李汉大人这个郎中 不是看病的郎中 不看病也叫郎中啦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 你们是不知道啊 我们这儿曹运衙门那些当官的 那可是厉害呀 说起来你的口粮 那没得商量 就给你掐了 你想找个地方说理吧 人家说你是造反 不但没得饭吃 连命都丢了 所以我劝你们几位啊 就别跟他们斗了 赶快回去吧 老人家 这些事我们都知道 您放心 我们是皇帝派来的 能管得了这曹运衙门 皇帝 是啊 是皇帝派我们来帮助你们跟曹运衙门打官司 真的 当然是真的 要照您这么说 还兴讯真能治得老他们 老五叔 我不早跟您说了吗 这几位都是大官 您不能知乎其名 给叫大人 对 瞧啊这老糊涂 大人 大人 您小子 还站着干嘛 赶快请两位大人 金屋坐呀 好好好 对对对 二位大人啊 这是新的 老五叔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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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哭了吗 哎呀 老五太厉害了 没法修了 大人 请 请 请 老五叔 您这房子里什么都没有 您让两位大人坐哪儿啊 你说我这破家 连个板凳都没有 没钱买不起柴 自己又打不动 只能把板凳桌子批了当柴手 真想不到 倩护们的生计 竟然困苦到这般境地 连青草都要抢着吃 烧火的柴都买不起 大人 您别难受了 但愿这次您能替我们做主 你放心 这个主啊 我做定了 方九啊 扶着老鲁叔到十年上去坐坐吧 好 老鲁叔 走 走 好 您坐 好 老鲁叔 大人 好 没关系 太大人 好 老鲁叔 老鲁叔 好 他有年轻人吗 早跑光了 庞四他们是最后一波 他们跑哪去了 他 庞四是谁啊 庞四是我们这儿的欠护头 就是他领着我们到草莹衙门要响的 老陆说 你有话就直说吧 这二位大人都是自己人 庞四哥他们到底跑哪去了 庞四是个胆大的 他拉着一伙人 跑到虚义那根范思岩去了 范思岩 你们二位有所不知啊 打南边来的运盐船 一到寒沟就翻 官员运不过去啊 所以从虚义见王北的各丞相镇店 都缺盐呐 就这样庞四他们才去干了这个勾当 老人家 这船为什么一到寒沟就翻呢 大人 您说错了 不是船一到寒沟就翻 是运盐的船 一到寒沟才翻船呢 只有运盐的船才翻 其他的船只都能安全通过 反正我是没听说翻过别的船 只有打南边盐厂过来的一距盐船 那才是来一次翻一次 这可真是奇了 那奇怪的事还多着呢 哦 您继续说 每次翻船几天后 官府便派船到河中打捞落水的官员 可连个麻袋片都没捞上来过 您想想 这一船几十万诞的食盐 一进水就无影无踪了 这不是有鬼了吗 有这段诗 您是不知道 这船一连翻了十多次 没捞上来过一包眼 人家曹韵衙门才说了 说是我们两岸的千虎何虎作贼 熬走了水底下那些官员 于是乎这帮天杀的 他们就带人呐 到了我们这儿 又是抄家又是搜查 最后连个屁影也没找着 那个什么狗批曹韵石一声息 把我们两岸的千虎抓走了好几千哪 大人 记得这件事我在神龙对您提过 这 只能江淮转运时 运人船才在航狗翻船 而且落水的食盐消失无踪 这难道是巧合吗 恩师 您说什么 曾太啊 你认为这是巧合吗 如果说这种情形只发生一两次 那还勉强可以说得上是巧合 然而迄今为止 盐传在寒沟翻覆已连续发生了十余起 数百万单观眼无踪 如果事情真像老鲁叔所说 那么学生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 内中定有文章 还有一点你不觉得奇怪吗 是什么 如此重要的情况 扬州刺史崔亮和曹运使扬九成 在给阁部的回文中却只字不提 不错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他们疏忽了 疏忽 他们疏忽的事情太多了 恩师 您的意思是 老人家 您继续说吧 还有什么情况 我是个老河宫了 这些年寒沟失修 暗礁污泥 自满河道 这是不假 帆船搁浅 这也都有可能 可是 总不至于 支帆运沿的船吧 而且 这些运沿船队 是以海鸥头船为首 后面用铁锁牵起十几只平草顿船 就算是头船触礁沉默 这后面的顿船 只要把铁链解开 就可以和头船脱离开 怎么会也随着头船一起沉到水底呢 不错 不错 老人家不愧是老船工啊 言之有理 您说说 这装装渐渐都让人觉着那么邪门 所以两岸的倩户们都说 这水里头有鬼 看起来 这杭沟水下的鬼真是不简单呐 老爷 老爷 面买回来了 好 好 办得好啊 方九儿啊 你通知村里的乡亲们 让大家都来 就说今天上午 我请大家吃白面蒸馍 老老老船 听大人说了吗 一会儿啊 请全村的人吃白面蒸馍呢 哎 这白面蒸馍可是有日子没吃过 我说大人哪 你们在这儿坐着 我给大伙送信 走走走 那也看好了 大家过来帮忙 来 喝喝喝喝喝喝 给他谢了吧 刺史大人 将军 烦劳通禀 扬州刺史崔亮 求见处置史大人 崔大人 您知道敌宫申染疾药 卧床休息 恐怕是不能见客 是是是 敌个佬在扬州染疾 下官心甚不安 以致坐卧难宁 回押后 下官亲自筹办了 各样滋补药品 特地前来探望 烦请将军代为通禀 这也罢 看在崔大人一番制成 末将就代为通报 请大人稍候 如此有劳了 风大人 风大人 扬州刺史最亮 现在传下 果然来了 让他在甲板等候 是 是 末将军代为通禀 成功 敌宫的病情可有好转 呈崔大人记挂 敌宫只是偶感风寒 并不大样 敌宫奉旨难寻 孤到扬州汴染激昂 量无以为安 只能背下些须滋补之财 辽表寸心 一共不时秩序 丰大人 您请看 这里是千年老山参三队 雪哈十 憨鼻一枝 熊掌不对 驮风一双 另外还有 扬州刺市府供出供养银三千两 请封大人带敌宫收据 崔大人真是有心之人啊 下官待处置使大人谢过了 我看这样吧 一应资补品一概照收 这银子嘛就不必了 哎呀 赐银乃刺市府供出 为阳州官吏该当雇养 收下又有何方啊 哎 崔大人不了解敌宫的为人 下官若是收下这银两 恐怕会领个大博士啊 哎 哎 哎 敌宫真是洁身自好啊 去吧 请随我来吧 哎 哎 封大人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哦 哦 好好好 啊 请 封大人 嗯 封大人出兰扬州 两身为地主无可孝敬 想到封大人近世出身 定然文品极高 年前 两姻缘实惠得谷善 哦 固成器物 今 可敬贤大人 哦 哦 封大人过目 哎呀 此乃尽顾凯知的完善侍女徒啊 哦 以封大人说 此物是极好的 怎么 崔大人不知 嗯 下官对书画是一窍不通的 此善 乃顾凯知亲笔所惠 珍惜至极 唐以金箔购之何之万金 如此贵重之物 封可言万不敢收啊 哎呀 封大人此言差矣 古人云宝剑赠烈士 红粉赠佳人 凡世间之物 总要落到石货之人的手中 方算是 得其所在 量不安书画此物在下官之手 岂不是明珠暗投吗 再者 此物乃朋友所赠 并非量 费金箔所购得 又何来万金之盐呢 这 我与封大人相识一场 就算是朋友间的一点纪念 大人也要收下呀 此膳当真是朋友所赠 当然了 封大人不必过虑 尽管收下 那封某就溃灵了 哎呀 这才是 实不瞒大人 下官此来是想见一见敌宫的 哦 崔大人要见敌宫 是有什么事情要回禀吗 那倒没有 只是听闻敌宫染机 下官想亲自探望释放 能否请封大人代为美言呢 这 敌宫卧病在他 恐无法相见哪 哦 既然如此便不劳大人了 下官就此告辞 哦 我送崔大人 请 啊 不敢烦牢 大人留步 崔大人不必客气 请吧 啊 大人请回 崔亮告辞 哦 等等 下官还是送崔大人吧 哦 大人请 崔大人可能有所不知 敌宫有个习惯 那就是美风外发 必定微服寻访阴间 哦 也就是说 敌宫并未染病虚 敌宫不在船上 崔大人此事绝密为你知我知 多谢孟大人实言相告 请大人放心 量定当首口不平 封某蒙崔大人厚刺 无以为报 今有一言相告 望大人谨记 哦 大人请讲 扬州草衙有个叫扬九成的 此事大人可知道吧 当然知道 咱们 凡与此人有瓜葛的事情 应尽早托去甘心 免生后患 咱们明白 哦 多谢封兄提携 崔大人请 下官就不远送了 哦 封大人挺回 请 此事大人 大人 怎么样 果然我所料不错 敌人节假托鸡羊 微服出巡 大人是怎样得知的 此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敌人节已经开始行动了 你们想一想 姓帝的身为处置大使 方道扬州 不守朝 不宣旨 也不休息 而是持奔民间 微服安查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他对这案子是何等的重视 因此 他绝不会放过我们 一定会一刹到底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 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 也要马上行动起来 快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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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怎么不吃啊 你们吃吧老人家 我不饿了 还有不饿的人 行了 老陆叔 您就快吃吧 别管大人 快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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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再多吃些 不行了 岁数大了 吃不动呐 行了 老陆叔 您都吃六个膜了 嗯 大人 您刚刚跟我说 让我问问村里的娘们和小孩 翻船那会儿 有没有异常的事 正是 正是 还真有人见过 是谁呀 星儿媳妇 星儿媳妇 那什么 把刚才跟我说的跟这一位大人说说 不要着急 慢慢地讲 那是去年的七月十五夜晚 我带着孩子在河边给我娘烧纸 快 跟上 第二天 我才听村里的窃户们说起 头天夜里 蕴岩的船队 在离我们村 十几里的鬼石头翻了船 后来 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星儿 他要我别多管闲事 是这样 那后来呢 还发现了什么 大约两天后的赏我 这些快船又反了回来 却走得很慢 再次 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是说每条快船的船尾铁钩上 都拴着很粗的绳篮 是啊 绳篮是探到水下的吗 正是 绳头挂在铁钩上 整个绳篮都在水里 好像水下拖着什么东西 那么帆船的地点在哪里 在鬼石头 几次帆船都在那 大人你可能不知道 这鬼石头是寒沟区最窄的地方 再加上淤泥满河乱交丛生 行船是特别的危险啊 那鬼石头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村往东再走石几里 那天夜里 你看到的那些快船 是是像鬼石头的吗 当那些快船返回时走得很慢 而且船尾都挂着粗篮 似乎水下拖着什么东西 是的 李车啊 李车啊 拿地图来 地图 是 老爷 曾太啊 您来看 走寒沟渠经上沟村一直向东 第一站就是山阳县 水路大概有两百多里 这个距离再快的船 两天之内也不可能打个来回 两百多里水路一来一往 最快需要五天时间 刚刚星儿媳妇所见 上百艘快船在深夜同时行驶 有没有可能是渔船呢 不可能 朝廷明令 寒沟渠段禁止补渔 这就是 既然这些快船不是渔船 那就有可能是民用商船 或者是货船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这些快船的目的地 又会是哪里呢 这些船由上沟村向东行驶 一定是前往山阳县去做买卖的 与我所想一致 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 星儿媳妇看到这些快船 两天之后就返回了 我们刚刚说到 上沟村到山阳县两百里水路 怎么可能两天之内就打个来回呢 那这些船有没有可能 是到中途的某一站 你看看这地理图 上沟村到山阳县之间 连个镇店捕头也没有 这上百艘快船要停靠在哪里呢 再有 商人牟利 他们带着上百艘货船的货物 是要把货物卖给谁呢 大人 您算是说着了 还买货呢 汉沟群两岸的欠户们 连草根都吃不上了 不错 现在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 这些快船不是商船 第二 他们并没有驶往山阳县 好 你们坐吧 谢谢大人 好 老人家 你坐 曾太啊 那么这些快船经上沟村向东行使 既没有到山阳 途中也没有任何捕头可以停靠 而他们却在两日后返回 这就说明这些快船是在水面之上逗留了将近两天时间 不错 这第二个问题就产生了 他们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 为什么要在水面之上逗留两天 我们姑且先放下这个问题 说说第三个问题 这些快船 为什么要在沿船翻覆的当天夜里 满载着身穿水铐之人 向事发地点方向行进 据刚刚星儿媳妇的叙述 每一只快船上都站着几个 乃至十几个身穿水铐的人 那么上百只快船就应该有近千人 这么多人穿着水铐银业急行 究竟是去做什么呢 您的意思是说 这些快船是冲着沉没在鬼石头的运沿船去的 你想一想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有近千名身穿水铐的人 驾驶着快船在水面上逗留了两天 他们是在打捞沉没在水铐下的官员 不错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星儿媳妇会看到返回的快船 行驶得很慢 那是因为水下拖着几十万弹的官员 按时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 那么寒沟覆船就绝非是意外 而是由歹人作祟 而今一切只是推断 毕竟我们刚刚开始调查 很多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然而这个结论却是目前对寒沟覆船最为合理的解释 我们姑且假设这个推论成立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由上沟村往西四十里左右便是扬州城 中途也没有任何的阵点村落 不错 那么这支庞大的船队是从何处出发 又要回到哪里呢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 快船的出发地点就是他们要返回的地点 那么这个地点究竟在哪里呢 也许 也许就是扬州附近的某个地方吧 扬州是三道都会繁华之所 你想过没有 如此庞大的一支船队在河面上招摇而行 难道不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吗 这些快船是夜间出发的 如果不是星儿媳妇夜里在河畔烧纸 恰巧看到他们 其他人是无法发现的 你忽略了一点 快船拖载着官员返回 确实在白天 而且走得很慢 你知道 杭沟赴船案发生后 运河上的巡河官 奉圣御及两部岩令 严查过往船只 你想一想 如果这支拖拽着数十万弹官员的庞大船队 返回了扬州 他们能逃得过巡河官的检查吗 有道理 只要他们被巡河的官船拦住 立刻就会漏下 是 这就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那以恩师之意 他们的出发地点是哪呢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好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他们的出发地点 离此地绝对不会太人 这杭沟两岸很不平静 看起来我们还要多走一走 多看一看 是 天辈 到了 这就是女秀的制祖山羊县 好一派繁华骑夏 一小命开不输于神都洛亚 看起来那颗着实是不明的 这位好县礼 竟将一个小小县城 搞得这般有声有色 多谢贤妹夸奖 咱老鲁别的不敢吹 要说起 做这个一方父母官呢 那还真是多有心得 以小妹看 大哥自吹自擂 也是颇有心得的 终于回来了 贤妹 前面就是县衙 大哥 你身为县衣 却私离殉帝跑到洛阳 算起来 到今日也有二十多天 万一事情泄露 如何对上官交代 爷妹 你就放心吧 对付他们 我自有办法 先看 来 前面 看看余兄家 太爷 他们来了 县令大人 扬州长使吴文登 现在二堂 他怎么 位置也不知道 吴大人突然道疡 似乎是冲着您来的 他都说了些什么 刚刚纪虎进门之前 他正在询问卑职 您是不是速自离开了闪眼 那你怎么回答的 卑职对他说 县令大人并未离开 早晨我们还见过你 可能是有事出酒 你马上回去 拖着我问灯 就说已经找到了我 把我马上回来 谁叫我 你去给我找一滩酒来 找酒 哎呀 你没有听说 就是让你给我找酒 快去 好 大哥 现在怎么办 哎呀 行吧 不要惊慌了 宇兄啊 自有办法 啊 你们将马上赶到后 扶着夫人 从后面进去 是 你不要紧吧 好了 你就放心吧 啊 快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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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氏大人 请用些茶点吧 怎么 还没有找到鲁县令 已经派人去了 想来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本官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个时辰了 你每次进来都用这番话搪塞于我 你是何用意啊 卑职不敢搪塞张氏大人 刚刚派出寻找鲁县令的牙翼回报 说已经找到了他 人在何处 马上就到 哼 我看他是到不了了吧 说 鲁县令究竟在哪儿 请大人您耐片刻 哦 啊 县令大人来给我拿着 嗯 嗯 给我说说最近县令发生什么事情了 大人 前日夜里山阳下起了大暴雨 哎呀 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 说暴雨 干什么 您别急啊 我还没说完呢 说快说 暴雨过后 乌山北坡山崩压倒了十几间民房 伤人了没有 没有 别竟说这没用的 捡要紧的说 哦对了 日前刺史府遗文 说江南道处置使敌人节大人即将到达 要戈牙官吏小心应对 不可赖言多事 哦 敌人节大人 正是啊 啊 嗯 你个大胆的巡礼竟公然编造谎言 猛猛上官 真是是可人 输不可人 卑职不敢 卑职不敢哪 卢基英善离殉帝不知所踪 你以为本官不知道 说 卢基英到底去了哪里 你今日 实话实说 还字罢了 否则 本官当堂定你欺瞒上官之罪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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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阳县令 卢基英不知上官驾到 有志远言 望其不罪 哎呀 起来回话 谢长徐 大人 虞县令 公职之十你去了哪里 回大人 在雅内闲来无事 出去吃了两杯水酒 看来你又喝醉了 没 没罪 没罪 只是微轩耳 什么微轩 你明明是吃醉了 大人说我吃醉 为止可是吃醉不起啊 主县令 本官听闻前些日子 你曾离开治所 到哪里去了 离开治所 大人说我 废话 不是说你 难道说我自己不成 我 我离开山羊 正是 离开山羊 那我去哪儿了 你问谁呀 难道你自己去了哪里 你自己还不知道 哎呀 哎 不知 这话是谁对大人说起的 大人回去 让他帮着卑职好好想想 我去哪儿了 怎么卑职 自己都不知道 哦 卢县令的意思是 你并没有离开过 哎呀 大人明见啊 为止离开山羊 还能去哪儿啊 前些日子 我舅舅死了 表妹前来投机 老家便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哎 您说 我还能去哪儿啊 哎 哎 帅人 这茶 您喝了 行了行了 你喝吧 哎 哎 嗯 哎 哎 哎 这不啊 几日前 卑职的表妹到了这里 卑职便在家里待了几日 没到衙门办事 真是这样 怎么着 你还不相信 去 去把我妹妹叫来 掌使大人见面 是 是 是 卢县令 四师府的遗文 讲必 你已经收到了吧 哎 嗯 收到了 收到了 那两天 卑职在家陪妹妹 县里的事 就交给县长了 嗯 想必 遗文 你已经看过了 哎 看过 看过 那哪能不看呢 啊 遗文上说的什么 嗯 遗文上说 哎 说 说呀 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吧 啊 遗文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呀 说 那个 哎 说什么来着 哎 哎 说 啊 哎 哎说这个啊 江南道处置史 是人敌劫大人马上到 哎 哎 嘿嘿嘿 什么人敌劫 啊 处置史大人的官会 是上敌下人劫 啊 啊 啊 是是是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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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家马上就到 要各呀做好准备 不要烂言多事 嘿嘿嘿 哎 哎 吴县令啊 记得上次在山阳行馆中见到你 你也是酒醉不喜 今日又是这般 竟连处置室大人的官会都说到了 你身为朝廷堂堂的七品县令 竟如此为官不尊 酗酒谈碑 丑行失态 遗物公事 难道你就不怕有人上禀吏部考公司 到那个时候 你的前途和功名可就堪忧了 长时代 您也听我说句实在话 明白人有明白人的不好 糊涂人有糊涂人的好处 鲁基英本来是个明白人 可现如今却想做个糊涂人 少管些闲事 少惹些麻烦 可您知道 不换下二两烧刀子 背纸又糊涂不起来 您说说 这可怎么办 那打明起 我就把酒给借了 您看 怎么样 贵仙所言不无道理 也罢 饮酒本也不是什么大事 本官便不再追究了 多谢大人 处之士大人即将到达 本官此次寻访 是特为查看扬州治下各县的致敬情形 看看父母官们是否称职百姓 是否安居 大人心 心如蛇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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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心系百姓舍您其谁 那真是不世出的好官呐 您就是当代的雁英 孙叔敖 百里西 可比本朝的魏百策呀 行了行了 来到山阳后 本官听闻贵宪曾私离致敬 因此道牙询问 看起来这倒是个误会吧 是 是误会 误会 对了 我记得李汉大人自艺那天夜里 贵仙是第一个来到死亡现场的 是吧 正是 人情最好 都是抓狮胸 人是对我 我记得你身边 是 我看我 我精彩的 我还没想到失敬 有误会 有误会 有一误会 有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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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